你一定要注意看了 夏天想吃朝鲜族辣白菜了 你就像我这样做吧 鲜香脆爽真的是嘎嘎好吃 做法比喝凉水还要简单 首先将大白菜切成嘴巴大小的小块 再搭配上一些大萝卜 黄瓜条 口感会更加脆爽 多撒上一些金盐 翻拌均匀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把所有的食材腌出水分了 用手给它钻干 这个盐水 你可千万不要丢 留着有大用 再加上我家的自然水 把食材洗掉盐味了 都说点红心是勤奋 不点红心是本分 如果有人看见这个视频了 正好您的手机还有电 就麻烦大家帮忙点一个吧 让我也欠你一个大人情 谢谢大家了 最后用力的钻干水分了 准备一把洗净的韭菜 切成小段 盐葱切成细丝 给它们全部倒在食材里 加上一包这个韩式泡菜专用奖 都是鲜辣椒制作 其他的任何调料都不需要放了 就是高丽咸菜的口感 味道非常正宗 拍上两包一个夏天都够用了 把食材拌匀了即可开吃 放在冰箱里冷藏 鲜香脆爽更加好吃 喜欢您就点个赞 收藏做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